小青平时很喜欢玩一些解密游戏 对密室类的电影总是情有独钟 所以今天不给大家讲故事 让我们玩一场真实的游戏 放映社今日主打去冰白茶 交出你的点赞 我们一起开始这场密室逃脱 今天是泰勒的30岁生日 女友小丁为她准备了一份大惊喜 但是车上的气氛 有些奇怪 似乎两人的感情遇到了平静期 不过今天是个好日子 他们并没有争吵 等两人赶到餐厅时 朋友们都已经等待多时 大家热情地祝福泰勒 餐桌上的气氛十分融洽 小丁送上了精心准备的礼物 里面居然是几张密室逃脱的门票 泰勒有些吃惊 小丁简单形容了一下游戏规则 眼镜哥却觉得这种游戏很无聊 另一名猛男也附和着 但是女生们都很好奇 经过短暂的商量 大家同意参与到这场游戏 而小丁作为提议人 已经准备好一切 大家迫不及待地结账离开 但小丁没有给红衣妹预约 她只能遗憾离场 众人钻进一辆黑色轿车 小丁让大家交出各自的 手机和私人物品 以免到时候有人作弊 眼镜哥虽然有些不愿意 最后还是乖乖上交 此时汽车已经开到完全陌生的地方 朋友们有些害怕 联盟追问小丁这个游戏到底正不正规 小丁靠在男友肩膀上懒洋洋地表示 自己也只恰巧接到了游戏公司的邀请 邀请函的设计很有意思 竟然是一个密合 小丁向大家展示上面的机关 在按照顺序触碰按键后 某一面上出现一个投影口 如此精巧的设计让大家惊喜不已 纷纷开始期待接下来的游戏 忽然车辆经过一个小颠簸 周围的灯光也闪烁了一下 朋友疑惑地询问发生了什么 但是小丁知道他们已经到达了目的地 于是他让大家将眼睛蒙上 下面将由他带领所有人进入房间 短暂的飞暗过后 泰勒被单独放到一个密室 等周围安静下来 他摘掉眼前的黑布 在狭小的房间里没有任何提示 也没有任何声音 泰勒只能依靠自己不停摸索 角落的监控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另一边 眼镜哥这对情侣被绑在一起 房间里放着悠扬的音乐声 两人摘掉眼罩 就被手上的绳索拦住 纵发起毫无章法地来回乱动 害得绳索越缠越紧 而他自己反而恼羞成怒 冲着眼镜哥发起火 不过很快 两人就意识到 这可能就是第一关 于是他们冷静下来 开始寻找解决方法 而金发女和猛男被关在一个洁白的房间 里面的陈舍让他看起来很像医院 不过他们没有心思观察房间 因为猛男正穿着一个造型别致的裤子 现在所有人都被困在不同的房间 游戏时间只有一个小时 他们要做的就是在规定时间内 成功逃出各自的密室 泰勒注意到门上的密码锁 率先开动他聪明的小脑筋寻找线索 桌子上堆着大量报废的电视 墙角则有一堆半人高的报纸 海量的信息涌入脑子 弄得他一时不知该从何下手 不过另一边的眼镜哥倒是目标明确 两人还在跟手上的绳子较劲 通过刚才的尝试 他们能想到的寻常方法都行不通 宗发姐思考了一会儿找到办法 他向自己的绳子绕过眼镜哥的手腕 果然一下子就成功将两人分开 这下两人暂时恢复自由 开始在房间里寻找打开镣铐的钥匙 而猛男这边也有了一些进展 激发女开始尝试密码 猛男猜测这可能和他最爱的运动有关 一番头脑风暴后 他竟然锁定了头的英文单词 激发女根据字母表顺序输入密码 竟然真的成功解锁 两人兴奋地抱在一起 迫不及待准备开始运动一番 现在只剩下泰勒没有进展 就在他名思苦想时 面前的铁门传来一阵动静 他连忙凑上去观察 谁知眼镜哥的大脸突然出现 原来他们三人仅有一墙之隔 看到朋友熟悉的脸 泰勒连忙询问女友的下落 但是房间里只有眼镜哥两人 泰勒以为女友在别的房间 但是他们都不知道 小丁并不在任何一个房间 难道这里还有隐藏关卡 想要找到女友的下落就需要离开房间 而他们面前的门似乎是唯一的出口 见状两方开始交换信息 在泰勒这边门上有一个密码锁 可房间里没有任何有用的信息 连金哥打亮着自己的密室 屋子里凌乱不堪 装修风格也是极其混乱 狭窄的房间里竟然挂着四个钟表 这话引起泰勒的注意 连忙追问有关钟表的更多细节 在得知所有表盘都停止走动时 他不由得灵机一动 因为泰勒所在的房间也有坏掉的钟表 这个相互呼应的细节 或许就是密码线索 于是泰勒先依次尝试了钟表上的时间 可惜大门并没有反应 或许是排序方式不对 泰勒继续追问更多细节 综发姐告诉他 四个钟表均匀分布在大门两侧 听闻此事 他连忙询问距离大门最远的始终指向极点 得知答案后 泰勒再次输入密码 这次大门应声而开 综发姐在夹缝里找到了镣铐钥匙 解开身上的束缚后 大家发现了一张放在桌上的卡片 可上面除了一些镂空的花网外 并没有其余的提示 大家只能在房间里寻找新的线索 综发姐注意到墙上的装饰化 这一系列的动物似乎在暗指什么 泰勒取下其中一副 发现墙上都贴着符号 看来这就是他们要找的机关 综发姐仔细端详这画作内容 突然灵光一闪 这不就是在讲食物链 三人按照顺序重新挂好画作 一旁的墙壁上发出齿轮转动声 那副地图弹起 露出了金发女两人的房间 他们正在轻轻握握 不过遗憾的是 太了他们听不到声音 而猛然两人的心思也不在游戏上 他们忙着增进感情 窗户后面的综发姐注意到角落的白门 三人开始猜测 他们的房间或许能通向出口 但是该怎么前往下一个房间 他们一时间有些泛滥 泰勒似乎想起了什么 静止回到自己的密室 只见他盯着面前的墙壁仔细观察 谁知竟真发现了一些细节 地上多出一节胶带 他弯腰将其拽开 果真露出了门框的形状 将门上用来装饰的钟表取下 后面出现一个锁孔 这是唯一一把钥匙并不合适 众人只好重新寻找线索 泰勒注意到剩下的钟表 这个小家伙并不完整 上面只剩下一根石针 这里的一切东西都有他的道理 他连忙让其他人寻找纷针 这个思路是正确的 眼镜哥不仅找到了纷针 还发现了第二张镂空卡片 泰勒拿起两根指针对着灯光端详 谁都没有想到 钥匙竟然会以这种方式出现 金发女两人终于和大部队会合 这时房间里的电视机终于亮起 但是里面的画面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消失多时的小丁竟然被困在铁笼中 她的表情看起来有些惊悚 可泰勒却认为这是游戏的一环 现在大家的目标就是 在41分钟内救出小丁 眼镜哥觉得事情有蹊跷 因为大家都是被小丁带进来的 他为什么不和所有人一起游戏 而是把自己关在铁笼里 泰勒表示 这些答案需要他们自己寻找 眼镜哥只能打消内心的顾虑 继续和朋友们进行游戏 泰勒想起白色坊间上的显示屏 但此时屏幕一片漆黑 他怀疑可能跟开门有关 经过测试 泰勒证实了自己的猜测 而且这个机关可以触控 应该需要一个九个字母的单词 但是大家并没有在房间里发现有用的线索 反而找到了第三张镂空卡片 见此他们只能扩大寻找范围 眼镜哥看着墙角的报纸突然有了想法 会不会与田子游戏有关 而且这是他最喜欢的游戏 说着眼镜哥就开始在报纸山里寻找 不过时间有限 众人需要一个明确的目标 大家几思广计 很快就想到了泰勒的生日 毕竟今天他是主角 眼镜哥成功找到那份30年前的报纸 当天的游戏词条与自恋一词有关 泰勒试图进入房间尝试 不过被猛男两人拦下 他们认为这是自己的密室 所以理应他们输入谜底 在他们和泰勒拉扯时 棕发姐想到了谜底自大狂 猛男两人立刻进入房间 不过答案并不是这个 外面的三人只能继续头脑风暴 经过不断的排除和推翻 泰勒脑海中逐渐浮现出一个答案 由于玻璃隔音 他指着报纸上的字母拼给金发女看 最后拼出的词语是主题曲 随着猛男输入最后一个字母 屏幕闪烁两下表示破解成功 所有人欢呼去月起来 眼镜哥联盟去开门 而棕发姐却去撩拨泰勒 这让他很介意联盟制止这种行为 这时白房字里突然警铃大作 屏幕上开始闪动红光 而房间一侧的戏馆里 开始吐出白色烟雾 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猛男两人也在里面手舞足蹈 可泰勒心里升起不好的预感 就在刚刚 眼镜哥发现大门无法打开 钥匙也断成两截 如果他们成功解开谜题 就不应该出现这个情况 三人联盟凑近玻璃观察 只见白房字里正拥抱亲吻的两人 突然皮肤红肿 金发女的头发也开始脱落 与此同时 猛男他们也发现了不对 但烟雾已经充满整个房间 而且烟雾还在不停增加 眼镜哥想去打开大门 可根本来不及做任何处理 房间里的两人被酸性气体飞速腐蚀 很快就变得许重模糊 眼镜真实的场景让三人意识到 这场游戏竟然是在玩命 纵发姐无法接受这些 她认为是眼镜哥动了手脚 纵发姐指责她什么忙都帮不上 夫妻俩爆发激烈的争吵 为了洗脱自己的嫌疑 眼镜哥认为小丁有问题 毕竟是她带大家参与的游戏 但是纵发姐相信自己的闺蜜 况且小丁现在比他们更惨 正一丝不挂的被关在铁笼中 她只能通过面前的电视机目睹一切 自己却做不了任何事情 泰勒看着女友绝望的表情 内心升起强烈的求生欲 她认识到大家根本不在所谓的游戏里 这是一场以娱乐为名的谋杀 泰勒冲向门口 试图打开大门 可铁门无比坚固 三人拿她没有一点办法 泰勒不想再进行所谓的解谜 开始在房间里寻找别的出口 眼镜哥找到一个通风管道 但是对于这种旁门左道 她不敢轻易尝试 可宗霸姐选择相信泰勒 两人一前一后钻进管道 眼镜哥健壮只能跟在后面 三人艰难地挪动着身体 泰勒很快在狭小的空间 发现一个谜题 只是此时游戏性质发生改变 大家的头脑都不太理智 泰勒试图依靠运气取胜 可幸运女神不再照顾她 好在眼镜哥比较擅长 她卡在管道里看出端倪 不过在她身后 传出一阵阵切割声 声音越来越密集 吓得三人浑身发抖 眼镜哥联盟指挥泰勒 拼凑图案 神人的声音还在逼近 综发姐紧张地不停尖叫 好在泰勒动作力所地 拼上最后一块图案 但声音并没有消失 反而更加接近 眼镜哥联盟向通道里张望 竟看到无数锋利的铁片 从通道上方落下 而她在关键时刻竟然卡住 泰勒两人没有上前帮忙 而是转头就跑 最后眼镜哥一声惨叫 被拦刀切断 不过泰勒顺利找到了出口 就在两人惊恐未尽的 钻出管道后 却看到了极其绝望的一幕 他们竟然又回到了最初的门市 刚才的一切努力 都是徒劳无功 还白白搭进去一个同伴 宗发姐为丈夫的死亡痛哭流泣 她喃喃自语的说着 她一定知道 我就是想让她知道 可眼镜哥到底知道什么呢 这时宗发姐注意到一滚电线 他们都裹着不同的颜色 这些颜色经过调和 可以组成新的颜色 宗发姐连忙行动起来 竟真的接对了答案 房间里响起一阵歌声 泰勒赶紧去推大门 可铁门纹丝不动 她愤怒的掀翻房间里的东西 宗发姐让她想办法 可男人现在已经崩溃 两人爆发激烈的争吵 原来他们两个人婚内出轨 宗发姐的丈夫其实一直知道 但是忍去吞声 而泰勒现在怀疑小丁也知道了这件事 然后用这个密室游戏折磨自己 因为正在播放的这首歌 是他最讨厌的泰迪熊之歌 这件事情只有小丁一人知道 泰勒愤怒地走向那个熊头 此时屏幕上的倒计时只剩下三分钟 泰勒不得不将手伸进熊脑袋里摸索 里面果然有一个机关 只要拉动就可以打开出口 可是一旦放手 铁门就会关闭 泰勒再次拉动开关 但是宗发姐力气太小 根本拉不动把手 两人只能护换位置 但是他们都不知道 熊脑袋里的机关可不止一个 随着泰勒拽开大门 宗发姐的手臂直接被机关加断 泰勒却头也不回地离开房间 在最后一间密室里 墙上挂着四个朋友的照片 机器下面还有一个卡槽 泰勒拿出之前收集的 镂空卡片一一尝试 终于赶在倒计时结束前 成功解锁 谁知门后依旧不是出口 泰勒下意识坐在屏幕前的铁凳上 两分钟的倒计时瞬间亮起 他现在可以和屏幕后面的小丁说话 泰勒只问女友到底做了什么 但是小丁什么都不知道 可泰勒已经认定 她是幕后主谋 就在这时 两人的面前出现两个案件 救她还是救我 看着旁边的倒计时越来越少 泰勒果断选择救自己 不过另一边的小丁恋爱脑上头 在最后一刻依旧选择救男友 不同的答案带来不同的结局 锋利的铁钉从背后弹出 立刻刺穿了泰勒的心脏 而小丁这边铁龙低的一下打开 她拉开身后的卷帘门 发现自己竟然在荒乎人间的废墟 小丁惊风失措地寻找公共电话 成功拨通了报警电话 可没说两句 对方的声音假然而止 接着竟然传出一个粗重的男生 他就是本次游戏的策划者 小丁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 他惊光失措地询问对方到底要做什么 可男人却节节一笑 说所有人都是因你而死 在他面前的监控器里 正是那名侥幸没有参加游戏的朋友 不过看来他也凶多吉少 小丁意识到自己现在父辈受敌 警方很可能会将自己当成凶手 毕竟当初是他带朋友们参加游戏 这才是对方最高明的地方 唯一知道真正的无辜者却被当成凶手 那他在警方面前是否会说出实话呢 本片作为2017年上映的美国恐怖片 小丁觉得结尾处还是有些巧妙的 借助这通云里雾里的电话 导演和我们玩了一场文字游戏 造化人说一切都是以小丁而起 目的就是想让他背这个黑锅成为凶手 所以在设置游戏时 埋出了很多只有小丁一人知道的信息 泰勒讨厌的歌曲 每个人擅长的东西 包括性格特点都被拿捏 不停利用曼德拉效应 来加强凶手就是小丁的错误观念 甚至可以让观众也产生这个猜想 但是在后面的对话里 我们可以看出 小丁确实对这些完全不知情 他也是一个受害者 可同时他又成为了既得利益者 因为策划人帮他消灭了他出轨的男友 所以从警方的角度来看 他有充足的动机策划这些 警察可能也不会相信小丁的讲述 所以策划人很有信心自己不会暴露 他才说 你尽管陈述所有事情 但不会有人相信你 不知道这样解释 大家能不能明白 或者你们还有更好的理解 可以在评论区分享 好了 谢谢方式要打烊了 如果喜欢小青制作的影片 记得要帮小青点个赞 你们的鼓励是小青坚持不惜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了 爱你们 大红柄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了 你们继续